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親愛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很高興我們今天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蒙恩的道路 因為我們的神是一個垂聽我們禱告的神 我們的神是一個垂聽我們禱告的神 我們知道以前以色列人他們在埃及地的時候 他們非常的辛苦他們非常的辛苦 他們怎樣辛苦他們被欺負 他們每天要做好多工作 而且呢他們的往還一直不斷地要求他們 他們的往還一直不斷地要求他們 所以當你在辛苦的時候 當你在痛苦的時候 你一定會做一件事情是什麼 你會跟上帝禱告說神啊我真的好苦 我真的好苦 我相信當我們才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一定也會做這個禱告 跟上帝說我真的很苦 你在哪裡 神是一個垂聽禱告的神 神是一個垂聽禱告的神 當神看到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欺負的時候 他就告訴他說 你們現在所受的苦我都看見了 你們每天要做這麼多工作我也都看見了 但是我要帶你們出埃及 我要帶你們出埃及 可是我們知道那一代的基督徒 那一代的信徒 那一代的百姓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進到迦南地 因為他們有一個不信的信 因為他們有一個不信的信 基督徒有分兩種 一種是一直留在礦野裡面 為什麼 因為他信心軟弱 他每當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就餓啊我不想要我不想要 他信心軟弱 但是另外一種是什麼 他是極有信心的 他就進到迦南地 我們知道要進到迦南地並不簡單 因為你要遇到很多挑戰 可是當你依靠神的時候 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 一切都會變得不一樣 有一個年輕人呢 他要離開故鄉 那他要離開故鄉 出外打拼的時候他還很年輕 他就去找他們那一族的組長 他就跟他說 我要去外地打拼了 你可以給我祝福一下嗎 這個組長呢 就給他一張紙條 這個紙條上面寫了三個字 寫了不要怕 那個組長就跟他說 來這紙條拿去 這紙條呢 就夠你用你人生的錢半段 他就帶著那個紙條 不要怕 做什麼事情都不要怕 做什麼事情都勇敢 四十年後 他又回到他們的故鄉 他知道他必須要再去組長家 拜訪明湯 當他去組長家拜訪明湯的時候 因為那個組長年紀很大 所以已經過世了 可是他的孩子當時都知道 這個人有來找過他 爸爸也有寫一張紙條給他 孩子一看到他就說 啊你回來了 又拿了一張紙給他說 這是爸爸之後要寫給你的 當他打開的時候 寫了什麼字 他說不要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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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當你在三十歲前 你不要怕 三十歲後 你不要毀 就是說 當你在人生的錢半段 當你在人生的錢半段 你用這三個字 當你在人生的錢半段 你用這三個字 不要怕 人生的後半段 你不要毀 人生的後半段 你不要毀 人生的過程 不要怕 跟不要毀 是喊一喊就可以的嗎 很多人 每次當別人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記得我上次 因為樂樂這禮拜 有一點身體不舒服 所以我帶他去看醫生 那我聽到兩個人在醫院的對話 他們說 做眼睛近視的話 可以去做雷射的矯正 那你就可以減輕你的度數 那其中呢 有一個人 A小姐就跟B小姐說 你為什麼不去做雷射矯正呢 B小姐就說 那個很恐怖耶 那個眼睛要睜開 而且你是清醒的 你能看見醫生在對你的眼睛做什麼事情 那個A小姐就告訴他 你怕什麼 知道什麼好怕的 那就一下起來就好了 他就跟他說 那個怕什麼很簡單 不要怕也很簡單 可是 要做到那件事情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困難 在你的人生中 有很多人跟你說 你不要怕嘛 有什麼好怕的 可是我們知道 那個不要怕有時候 很像是口號 一直喊一直喊 但是其實在我們的人生中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不用怕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不用怕 在三千年前 因為摩西帶領以色列要出埃及 他們那一代的人進不去 現在第二代的人起來了 就是以約書養帶領的這一代 第二代的人起來了 他們要過一條河 叫做約旦河 他們要過一條河叫做約旦河 如果剛剛我們讀經文 你有在讀 你就知道 河水漫過兩旁 因為那個時候是正要收割的時候 所以水非常的多 不是普通的乾旱期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挑戰又更大了 第一代的人他們進不去 現在第二代的人成長了 他們要過那個約旦河怎麼過去 他們沒有像第一代一樣經歷那麼多事情 第二代的人怎麼過去 第二代的人怎麼過去 他們要完成上一代沒有做完的事情 他們要怎麼完成 他們要怎麼完成 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今天早上你要去上班了 八點打卡 可是你七點四十分還在你家 你知道你已經快時到 你知道你的時間已經很趕了 那你知道有人告訴你去上班的 有一條捷徑 可是你從來都沒有走過 你走的是你每天走的那條路 但是有人告訴你 另外一條路是捷徑 那請問你 今天如果你已經要知道了 你會選擇走你沒有走過的那條捷徑 還是選擇你已經走過的那條 大部分的人都會選擇我們走過的那條 因為我們知道在那條路上 我們知道哪裡左轉右轉 但是如果去捷徑呢 我們可能會遇到插路 我們可能轉個彎錯了 我們遲到的時間就越拉越長 大部分的人會選擇你走過的那條路 同樣的今天我們人就是這樣 我們一旦有了自己的思考跟自己的思維 我們就希望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他們也是這樣 他們覺得神已經告訴我怎麼安排怎麼安排 但是他們還是為自己造了偶像 他們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 神跟他們應許說你們一定會進去 可是他們每次都怎麼樣 哎我怎麼又這樣啊你都騙人 他們每一次他們每一次都抱怨 他們每一次都按著自己的想法 都按著自己的想要所行的 按著自己的思維模式 那第二代的第二代的百姓 他們要做什麼事情 他們要盡量不要跟第一代的人一樣 所以第二代的人他們要有一個極大的信心是 他們要做一件事情是 他們真的要不要怕 因為他們知道神跟他們同行 他們知道神跟他們同行 在今天我們沒有讀 可是一樣是同一章 在三章七節的時候 他說耶和華對摩西說 耶和華對約束亞說 從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 使他們知道我怎樣與摩西同在 也照樣與你也必照樣與你同在 他們不要怕的原因是什麼 是他知道神跟他同在 是他知道神跟他同在 今天第二代的百姓有幾個人 有兩百多個人 有兩百多個人 如果我們看經文的第二節 你就會知道 對如果我們看經文的第一節 第二節你就會知道 他們光要傳遞這個訊息 我們要過約旦河了 他們講了幾天 他們講了三天 要跟所有兩百個人說 我們要過河了喔 我們要過河了 然後要交代他們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跪 又見祭司立位了 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 跟著約會去 而且有一個重點是 你們要離約會兩千走 大概多少 九百公尺 大概九百公尺 不可以跟約會相近 使你們知道所當走的路 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今天你要去上班的時候 沒有走過的那條路 如果神跟你說我知道 而且我會帶一個人在前面 引導你的時候 你會不會緊緊跟隨他 他左轉你就右轉 他左轉你就左轉 他右轉你就右轉 因為我們知道那條路 是我們沒有走過的 同樣的以色列人 第二代的百姓也知道 神的約會要帶著他們走 他們就知道神跟他們同行 他們就跟神 神同行 在約會裡面放了三樣東西 一個是法版實戒 一個是摩西法亞的帳 一個是用金罐子裝的麻辣 這三樣東西代表神跟他們同在 代表神跟他們同在 以色列人知道神要在前面 帶領他們的道路 神要帶領他們的道路 如果我們看今天的經文 你會覺得一切都很神奇 因為當他們走過去的時候 河水就自己立起成疊 你可以想像今天你要過河的時候 今天你要過河水溪的時候 你會怎樣拉一條線 大家一起牽著過去 而且你可能會造船 你也可能會造比較乾的地 但是以色列人知道神要帶領他們 他們就跟約會同行的時候 當他們一腳踏進去的時候 這是顛覆我們的理性 也顛覆我們所有的想法 水就立起來了 水就立起來了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今天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也有很多的河流是 我們跨不過去 但是當神跟你在一起同行的時候 他帶你前面的路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 那個困難就停住了 那個困難就停住了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會遇到困難 但是我們如何走過去 我們如何不要怕 就是與神同行 與神同行 再來第二個 他寫的紙條是告訴那個年輕 中年人說 當你40歲以後 當你中年過後 你不要毀 我們如何不要毀 因為我們知道 有一個人會帶領我們 會引領我們的路 我相信我們都有去旅遊過 我們也看過 我們去觀光聖地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人拿著一根旗子 那個人就是導遊 我們知道跟著他 我們去到外國的時候 我們才能平安回家 我們知道跟著他 我們去新的地方 我們去一個我們不認識的地方 我們才能找到出口 我們才能回到家 今天我們不要毀是因為 我們知道有人在帶領我們 有人會說 可是以前有約會啊 現在又沒有 以前有約會啊 現在又沒有 我怎麼知道 我跟神同行呢 但是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新約神說 祂的話語就是我們腳前的燈 祂的話語就是我們路上的光 在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你要知道 神的話語要成為我們的幫助 約翰福音一章十八節說 從來沒有人看見神 只有在護理的獨神子 將祂表明出來 耶穌來到這個世上 為的是要告訴我們 神的應許都是真的 神的應許都是真的 耶穌帶領我們走這條路的時候 祂要告訴我們 神都與我們同在 而且祂也親自走過這條路 所以你可以不要後悔的 跟耶穌同行 你可以不要後悔的跟耶穌同行 那我們要走在這一條路上的時候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約書養吩咐他的百姓 要自解 約書養吩咐他的百姓說 你們要自解 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 行其事 你的人生不要怕 因為你跟神同行 你的人生不要毀 因為神會引導你們 但是當你要跟神同行的時候 你要做一件事情是 你們要自解 什麼要自解 除了衣服的潔淨 除了身體的潔淨 除了罪惡的潔淨 再來 是你要預備自己 你要預備自己 因為神要在你們的身上 神行其事 行其事 親愛的弟兄姊妹 預備自己 就是安靜自己 今天他們要跨越那條約旦河的時候 他們在曠野是有預備的 他們在曠野是有預備的 在我們的人生 我們也會遇到曠野 尤其是在我們的信仰上 有可能你已經很認真了 但是 你很認真的不是 可是還是有人在後面 一直嫌一直嫌 你還是會覺得 怎麼辦 我遇到了我服飾上的曠野 在你的生命當中 你也會遇到曠野 那個曠野怎麼辦 你要記得 安靜自己 跟神同行 你要記得 安靜自己 跟神同行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製造了許多聲音 讓我們很少去聆聽神的聲音 我們製造了許多聲音 我們到百貨公司 我們會聽到 歡迎光臨 那我們在超市的時候 我們會聽到 要買要快喔 我們在做手扶梯的時候 你會聽到 請站舞踏街 你進去7M的時候 你會聽到叮咚叮咚 你在騎摩托的時候 你會聽到叭咚叮咚 在我們的人生 我們的生命當中 我們發明了很多東西 這些東西 對於來說 對我們來說 有時候已經 太多語提醒我們 也干擾我們 跟神有安靜的時間 也干擾我們 跟神有安靜的時間 所以 我們要想一下 每當我們 在很痛苦的時候 有很多年輕人 他們在痛苦 他們在失戀的時候 他們都說 我要聽情歌 可是我們知道 情歌 常常都越聽越難過 因為 他裡面寫的歌詞 都非常的讓我們 啊 他就是在講我 他就是在講我 所以當我們聽情歌的時候 我們每次都越聽 越難過 我們每次 在聽一些聲音的時候 我們都越聽 讓我們的心 越過安靜 你有沒有想過 我們要來到神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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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安靜在 他的懷抱裡面 有些人說 那來到神的面前 我只能讀聖經嗎 沒有 你還有另外一個選擇是 你們可以到一個自然的地方 享受神的懷抱 享受神的懷抱 這個世界 是神所創造的 除了讀聖經以外 你有沒有去神的懷抱裡面 安靜過自己 去聽聽小鳥的叫聲 去聽聽三谷的風聲 去聽聽水流的聲音 這些東西 不是人類所製造的 也沒有用很多的高歌劑 可是 這些聲音 可以讓我們得到平靜跟安穩 今天以色列百姓 他能夠走過約旦河 是因為 他們 在曠野的時候 他們有預備 在我們人生遇到曠野的時候 你有沒有預備 你有沒有預備 當我們的人生聽到許多 不可以 不可能 不可能 就牧童十二個探子 去到探勘的時候 他們說 啊那裡太恐怖了 我們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帶回來的時候 所有的百姓就想 不可能 我也去不了 我也不可能做到 但是 當你安靜自己的時候 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的時候 你就能進到那個加拿美地 你就能進到那個加拿美地 這是得勝的第二關鍵 因為 我們有信心 當我們明白神的話語 當我們安靜自己 我們就知道 神要帶給我們的是什麼 我們就有信心 往前行 我們就有信心 往前行 有一個故事呢 這樣說 他說 有一個年輕人 他到非洲去探險的時候 他已經沒有水了 當他沒有水的時候 他找到了一口井 這口井上面 放了一瓶寶特瓶 裡面 大概有兩口水 但是 這個井的旁邊 又放了一張紙條 他說 如果你要喝這瓶水 那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先把水倒進去這個 幫浦裡面 這個幫浦就會運轉 那他會打更多水上來 讓你可以喝飽 讓你可以解渴 甚至你還可以再帶一瓶離開那邊 可是 你也可以選擇 喝這一瓶水 但是後面的人就沒得喝了 可能你自己也喝不夠 那這個年輕人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做 你現在已經非常的渴 而且 你沒有這瓶 你如果倒下去 他會上來嗎 如果是你 你會選擇 把這瓶水喝完 後面的人也沒得喝 甚至你自己 也沒得喝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選擇 這個年輕人 把紙翻過來的時候 後面選擇 這是真的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想 這是真的嗎 到最後 這個年輕人選擇什麼 把這瓶水倒下去 把這瓶水倒下去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答案當然是真的 到最後他真的 拿了喝了很多水 又拿了很多水走 也把哪一瓶水再放著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你有信心的時候 當你有信心的時候 你會做這件事情 你會做這件事情 當你相信神的話語 跟我們讀聖經一樣 今天神也把話語 他的應許 全部都寫在裡面 你相信嗎 還是你只是看看 然後又照自己做的事情去做 當你相信神的話語 抓住他的應許 那章子後面寫說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你又專心跟隨神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生命是不一樣的 在民書記三十二章十二節 神稱讚約束亞是專心跟從他的人 神稱讚約束亞是專心跟從他的人 我們再一次來看這張圖片 誰怎麼樣專心跟從他的人 相信神的應許 當他們抬著約櫃 腳一走進去的時候 水就自動滴起來 水就自動滴起來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也能遇見神對你做這件事情 神也能為你做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想像 今天我們都要過約旦河 當你走到約旦河的時候 你看見水就這樣堆起來 你可以想像你旁邊的人 有什麼樣的表情嗎 怎麼那麼棒 啊我的天啊 真的發生了 當他們遇到這個喜樂的時候 他們背後有多少的心酸 他們背後有承受了多少的壓力 但是他們相信神會帶領他們 他們相信神會帶領他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 我們每年的聖誕節的遊行 那個叫採接 對採接 今年也有 我們今年去辦了兩年 今年也有採接 當我們要採接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人要過那個紅綠燈的時候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去引導他們 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引導他們 對這件事情來說 真的非常不容易 就跟兩百個人要過約旦河一樣 也真的非常的不容易 可是他們相信神跟他們同在 他們相信神跟他們同在 他們相信神會帶給他們美好的祝福 他們真的這樣走了 他們真的這樣走了 所以今天神也為我們預備了一個應許之地 在那個應許之地之前 你會遇到困難 你會遇到挑戰 你會害怕 但是當你跟神走的時候 你不會怕 你不會後悔 因為你知道神會帶領你 你知道神會帶領你 尼克呢 他立刻他說了一個 他說了一個話 他說當你打算放棄夢想時 告訴自己 再多撐一天 一個星期一個月 再多撐一年吧 後面這一段 你可能比較沒看到 你會發現拒絕退場的結果 令人訝異 你會發現拒絕退場的結果 令人訝異 最後我給大家看一張圖 這邊都是鑽石 可是當他挖到這裡的時候 他覺得怎麼都沒有 他就離開了 今天當我們拒絕退場時 你會發現後面的後果令人壓抑 不要怕 不要悔 因為有神跟你同行 上帝必定會引領你前面所走的道路 他會成為你的力量 他會成為你的力量 我們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詩歌 主你是我力量 這首詩歌他說 我的詩歌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沒有力氣的時候 其實有人在旁邊支持你 告訴你要怎麼做的時候 你會很開心 你會有力量 當神告訴約束倆說 你不要怕 我以前怎麼跟摩西同在 我也必定跟你同在 當有一個 你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有一個人 把神的話語送給你 我怎麼跟摩西同在 也必與你同在 我相信 我們可以得到慢慢的力量 今天 神就是我們的力量 你要確信 你的人生如何 不要胖 不要累 因為你要跟他同時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詩歌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盼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我的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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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盼難中隨時的幫助 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你必圍繞我到永遠 你是我力量 你是我高感 眾健工身 motion 我心跳你命不重要 祝你是我的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你的诗歌我的拯救 你是歌我的拯救 你是我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老财 一切不管是我心疼 你必不能亚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的奖励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 你必须我困难中随时的帮助 众生怎样围绕耶路撒冷 你必围绕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老财 最不害是我心疼 你必须我到永远 你必须我到永远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力量 我力量 只在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人说 神会做这样的神迹奇事 为什么不曾发生在我的神明当中 有人说当我困难的时候 为什么我没有经历到神就在我的旁边 为什么我在困难的时候 我还是觉得难过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在这个困难之前 你花了多少时间跟神相处 你花了多少时间把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 当以色列人要经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是有预备的 他们是有预备的 很多信仰 在他们的信仰的路程当中 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去告诉你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 当是你更多的经历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圣灵就在你的生命当中 圣灵就运行在你所有的事情上面 让你安安的走过哪一个困难 所以你不要忘记 神是我们的力量 当你在困难的时候 当你越找不到神的时候 你要越多花时间更多的安静自己 更多的来到神的面前 你可以在你的祷告中说 神啊 你是我的力量 你是我的高台 求你帮助我 在我的每一件事情上面 神都必兼顾你所信所做的一切 我们再次来唱这首歌 我的诗歌 我的拯救 因为我们可以把这首诗歌 当成我们的祷告 求神 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 我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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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诚歌 你是我满难中水师的帮助 祝舍正珠情 祝舍 STEP 你的圍繞我到永遠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我的詩歌 我的拯救 你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從上成要圍繞耶路撒冷 神必這樣的圍繞我到永遠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彩 真不怕是我心靠你並不動搖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的所 我的拯救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高彩 祝你是我高彩 真不怕是我心靠你並不動搖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我力量 祝你是你暗所 我的拯救 祝你 我們一起同心低頭擋擋 愛我們的天父上帝 謝謝你透過今天的禁問提醒我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